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很多人可能觉得心肌梗死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实际上有研究发现了心梗已经不再只是老年人的专属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被心肌梗死悄悄的盯上 那近些年45岁以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 呈现了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 这其中的原因往往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比如说饮食不健康、超重或者肥胖、久坐不动等等 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下来就会使心脏变得脆弱 此外精神压力大、过度的劳累也成为了压垮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 很多年轻人总是仗着自己年轻往往忽视了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这实际上大大增加了心梗的风险 心梗的发生也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一点征兆都没有 如果说出现了胸痛,集中在胸骨后心前驱 持续时间超过20到30分钟 并且这种程度比较剧烈 可能会放射到左肩、左臂内侧这种部位 或者是到嗓子、颈背、下颌这种区域 甚至出现胸闷、气短、口气困难、恶心、嘔吐、遗失障碍 晕血这种严重的症状 这些都是心梗的一个警示信号 当然并非所有的心梗患者症状都是相似的 有些症状比较轻 有些就比较重 通常来说症状越多、越明显 心梗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我们需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避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及时的去调整作息和饮食习惯 保持一个适当的运动和充足的休息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 好了我们今天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